大陸海军辽宁号航空母舰等六艘军舰 15号通过宫古海峡 南下朝太平洋航行 辽宁号航行在东海期间 更执行舰在直升机起降 这次舰队的规模罕见 日本防卫省分析 中方意图提升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 而日本政府才刚通过安保新法 国际舰也将辽宁舰通过 视为是对日本的下马威 日本安保新法指出 中国大陆、北韩以及俄罗斯 都是严重威胁 并且挑明日本保有反击能力 能够对任何意图攻击日本的国家 发动反击 并将从2026年度起 陆续部署1000公里长城飞弹 日本目前的第一步 就是大砸48亿台币 向美国大局引进战斧公路 巡隔飞弹 岸田政府也决定将以增税方式 提高国防预算 法人税については 法人税額に対し 税率4から4.5%の 新たな付加税を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これは法人税率に 換算すると 1%程度です またその際 中小企業への配慮を 大幅に強化し 所得換算で 約2400万円の 控除を設けました その結果 今回の措置の対象となるのは 全法人の6%弱です 增税引发明院 反対民眾 在首相官邸前抗議 不准政府 擅自決定 並呼籲 為战争 做準備 是違反憲法的行為 岸田政府大動作 強化軍事 也讓他民調 暴跌至25% 成為他執政以來最低数字 不過岸田政府積極的軍事措施 獲得美國大力支持 在美國試圖增強日本台灣軍備之際 印太東亞的緊張情勢 也有可能水質升溫 記者黎晶報道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好幾把幾次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取